台一线上车辆执行前进 仔细看路口道路标志 似乎有些陌生 没想到这新增的箭头 让驾驶孙先生吃上罚单 一样是从旁边靠右车道 我们准备要右转的时候 我们就是当然从这样进去 上个月7号孙先生开车 行进台一线丰田工业区路口 他发现外侧车道地面 原本的R字型箭头遭吐销 改为分开的执行和右转箭头 他当下靠右行驶并转弯 想不到几天后 收到一千两百块钱的罚单 让他超傻眼 车道过关 那你又拆分两个号制的话 那是不是变成误导 大家会有所谓的车辆并排的状况 来到事发路段 地标改化超过一个多月 当时孙先生前方有其他等待车 由于是单一车道 他从右侧超车右转遭检举并排 但他解释当时认为 不会影响执行车才会超车右转 却因此挨罚 询问其他用路人 加款车道上同时划设两个标志 确实容易让人误解 执行可以 右转可以 现在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车道右转 务必依照前后车流顺序 不得在前行车之右车超车 对此交通队表示 分开划设的目的 是为了避免汽车和机车同行时 执行车与右转车产生冲突 提醒用路人多加注意 以免误解吃上罚单 记者杨生王百英云林采访报导 清晨五点多天空微微亮 机车骑载气机车混合道 但后方突然传来狂按喇叭声 突然一辆黑色轿车没打方向灯 跨越双黄线网右轨迁逆向超车 逆向超车还不够 轿车驾驶接着大脚用力踩刹车急停 后方骑士也赶紧按下刹车 差一点就撞上去 这是在逼车吗 行车糟纷发生在高雄凤山区自由路 影片po上网网友狂酸 挡到板金猴了 抄都抄了还要急上 还停下来让你排车牌 这是贴心举动 被遇独化状况在行驶途中 任意居然减速 新台币六千元以上 三万六千元以下保管 轿车操车又逼车 被行车记录器拍得清清楚楚 没打方向灯急停逼车 逆向行驶狂按喇叭 罚金假总最重四万两千元 警方家根据民众提供的行车记录器 依法开罚 只是为了超车逆向行驶 还突然刹车逼车 事后接到好几万元罚单 恐怕很后悔干嘛 那么冲动 记得三公集王书宏高雄报道 原警骑车在路上 前方的女骑士不停左右摇晃 相当危险 立刻遭警察拦下 女骑士配合停车 原警立刻闻到浓浓的酒味 请她进行酒侧 果然已经抽标 那你喝啊 有喝很多吗 想喝 起初女骑士还想否认酒驾 眼看只包不住火 突然蹲下身 坦纯因为失恋 在家喝了几杯 接着双手合时 不停向原警求情 如果你觉得我不好的话 那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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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求你啊 我不会觉得你不好 求求你啊 好不好 我不会觉得你不好 来旁边 还是你要我怎么样 没有 没有 我不会要你怎么样 女骑士满口醉话 让原警哭笑不得 事发在五号半夜一点多 三十岁 谢姓女子 骑车行进台中市西区 东兴路三段 因为骑车摇摇晃晃 遭巡逻远警篮下 过程当中 女子不停跪地求情 还说因为失恋了 但喝酒骑车就是不对 幸好人没事徐经一场 记者经围中 王百英 台中市放报道 路数青岛断裂 堆积在山林间 马路上都是绿色的枝叶 怪手出动 在一片狼藉中 挖出畅通的道路 现在在这个路段啊 经过摊坊 现在大家都在这边等 发掘 然后通车 要通行 这是阿里山 通往阿里山达纳一谷道路 因为山区连日下雨 加129线道 8.1公里处 道路严重摊坊 目前正全力抢通 而在彰化 更有雷打电箱的惊险事故 雨水打湿挡风玻璃 突然之间电闪雷鸣 刺眼的巨大闪光 一瞬间阻挡住视线 而远处右前方 更是闪出一团火球 像流星云落斑 从半空坠落而下 画面惊心动魄 有发生爆炸声 然后就先停电 停电之后电就恢复了 然后第二声的爆炸声响 然后就没有电了 8日下午 彰化涌进箱的中山路 雨九分路口 连续两次打雷 击中两个变电箱 造成周围1218户住户停电 交通号制灯也停摆 打到我们那个旋锤爱子 台电表示 是因为落雷 打到电线杆上面的旋锤爱子 发现异常后 台电派员抢修 下午4点08分停电 在晚上6点20分 抢修结束复电 轻幸的是 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连日下雨 阿里山道路摊坊 汽车骑士都受困山林 彰化也电闪雷鸣 集中电箱 导致周边住户停电 大雨酿成的天灾 民众都感到毫无奈 记者综合报道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喔